吃宵夜就要注定变胖吗? 看过这篇文章后马上就要推翻这个理论了 观看数 3066人吃宵夜就要注定变胖吗? 看过这篇文章后马上就要推翻这个理论了 吃宵夜真的会变胖吗? 相信很多爱吃宵夜的人心中总有这个疑问 特别是大半夜突然肚子饿时 心中总会反复思考这句话的真实性 主张吃宵夜会变胖的说法有许多 一般的原因是 原因一 因为在晚上6点之后 身体的新陈代谢速度减慢 因此摄取了的卡路里难以消去 原因二 晚上10点之后 一种名为BMALE的蛋白质会增加 该蛋白质是造成身体囤积脂肪的始作俑者 虽然坊间仍未有实证 但有人尝试集合了各界的推论和自己的经验为大家解谜 虽然无法百分百证实 但绝对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一 吃宵夜不会变胖 无论吃宵夜会变胖 或者吃宵夜不会变胖 双方都有各自的说法 以上说了吃宵夜会变胖的两个原因 由每天清晨开始 却确实实在我们的体内运作 相反有趣的是 有科学家针对以上原因对人类实体进行了实验 得出的结果是以上两个原因 所得出的实验结论都是吃宵夜不会变胖 2007年有一篇论文指出 以年轻的伊斯兰教徒作为研究对象 观察他们在进食斋戒期间的身体组织情况 伊斯兰教徒在进食斋戒期间 日出至日落间不可进食任何食物 发现虽然食物摄取量不稳定 而且晚上仍然吃下大量食物 意外的是筋肉量并没有减少 反而是身体的脂肪量减少了 原因是他们从日出到日落间没有进食任何东西 经过一整天长时间的断食后 才晚上才进食 因而令间歇性断食的效果更显著 研究中也进行许多 关于用餐的时间与体重变化的实验 其结果显示 晚上吃很多的测试者和早上吃很多的测试者 做比较 发现前者的脂肪量有减少的迹象 在增加早餐的卡路里的实验中 相比起晚上进食的情况下 晚上进食者的体重减少更多 以丰满的女性做测试对象 观测其用餐的时间与体重的变化 结果找不到某一个令体型变胖的生理时间带 3. 无视BMALE对身体的影响在这 虽然夜晚促使身体囤积脂肪的BMALE有所增长 但实际上对体脂肪增加的程度是没有影响 4. 能够有效吸收营养 庆英大学的伊藤玉教授指出 为了在日出之后让精神状态放轻松 人的身体似乎懂得有效率的吸收营养 健康生活不但要有的良好睡眠 在正确的时间范围内进餐同样重要 所以在夜晚适合进食的时间内用餐是必须的 虽然吃宵夜会变胖的说法众说纷纭 但小编也亲身经历过五年来宵夜做主食和间歇断食的生活 怎么说有点跟伊斯兰教徒的生活很相似 体重五年来都没有增加过 但后来因为换了工作关系而生活变回正常规律的早餐中午主食 借掉宵夜 而且多菜及少肉的搭配 体重反而有小幅的增长 当然大前提更要关心宵夜以外的餐饮 要是一天到晚都在吃 胖的原因不是因为宵夜 而是你真的吃得太平靡了 看完记得把这篇文章分享出去 看清宵夜的真面目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